2023年开端 电视剧行业似乎从长久的皮带中走了出来 相当热闹 中日韩都拿出了可称之为现象级的作品 在中国春节期间上线的狂飙讨论度几乎超越春晚 围观麦鱼墙逆袭为社会强歌 成为了标准合家欢节目 韩国则有宋慧桥主演的复仇爽剧《黑暗荣耀》 平分口碑一路飙高 一句拥着哪成为春晚新照不宣的追剧暗号 而日本则拿出了重启 这部着笔于生活细节与女性友谊的奇幻喜剧 在同行逆袭复仇伤害交锋的阴沉之下 像一点暖人脾胃的青州小菜 轻巧地接住了我们动荡不定的心绪 仍然许多人再次感受到了安腾英的魅力 不熟悉安腾英的观众惊呼着 这个乍看之下其貌不扬的演员 为何举手投足之间竟是魅力 一八集这段葬礼之后的哭戏 更是引来不少演技炸裂的尖叫 这个长达14秒的脸部特写 含蓄绵长 极致的通意只漏了三分 剩下的气氛长久地毁荡在观众的心里 而熟悉安腾英的人 则对她能带来如此级别的哭泣 毫不意外 这位从业16年两次掌握热奥影后 演技被牺牲为如怪物般令人恐惧的女演员 在重启人生之前已经在影史上留下过太多的精彩瞬间 大家好我是赤道猫 人物漫谈的第四期 让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安腾英 如果把演艺生涯看作一场排局 最后的安腾英手里撞着的是两张好牌和一张坏牌 第一张好牌是她的家庭条件 安腾英1986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家境可用显赫二字来形容 外曾主妇是日本前首相权养裔 父亲是日本著名演员与导演奥田英二 母亲是嗓文作家安腾和金 姐姐是曾指导碎片0.5毫米的青年导演安腾桃子 安腾英的丈夫秉文又同样出生于演艺世家 家庭浓厚的文艺氛围让小学的安腾英懵懂得 在作文本上写下理想 我想成为一名演员 身为新二代在我们的想象中 该是手握数不尽的资源 演艺之路一方丰盛 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这就要说到安腾英手中的那张坏牌 她并没有一张传统意义上足够美的脸庞 细小的单眼皮 宽眼具 中平常 五官分散 乍一看 这是一张扔到娱乐圈随即就会淹没的寡当面孔 时至今日 女版黄博 最丑影后的称号 也仍然不失恶意地关在她的身上 在崇尚甜美可爱的日本演艺圈 安腾英的新二代身份并没有让她在世境中得到太多的优待 而是常常一进门便遭遇到吃笑 这也能当演员吗 但缺点的另一个名字其实是特点 我们很难在日本 甚至在全亚洲找到另一张如此气质的面庞 具有如野草一般扎根大地的生命力与野性 细而长的眼睛 可以邪气 阴狠 颓丧 而一转神 放起一点光 则是难得的柔情与纯真 安腾英手里剩下的那张好牌 是极高的表演天赋与共情力 这张好牌足以将所谓的缺点 翻面为强烈的个人特色 而它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撬动它内在能量 带有一定复杂性的怪角色 2006到2008年 安腾英灵星的在几部电影中露面 其中包括在父亲奥田英儿指导的《风的外侧》里 饰演女主角颜田真李子 梳得双马尾 单纯可爱的女子高中生 浪漫的爱情故事 这样刻板化的角色和叙事 其实并不适合安腾英 电影上映后 招致了不少丑女趁着父亲光环进入演艺圈的嘲笑 而转折点发生在2009年 这一年 安腾英等到了他命中的第一个怪角色 爱的曝光里的《邪教女古池》 这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充施着偷拍屁 邪教 激恋 暴力等元素 安腾英饰演的小池一身唇白 眼波流转间融合着病态的邪魅与阴狠 又有欺骗性的纯真闪烁其中 这类癫狂极端的角色 其实很容易表演过火 如装风卖傻 而刚出道的安腾英却将尺度把握得很好 在镜头下相当舒展 仿佛那点不动声色的神经质与声俱来 令人不寒而栗 在《邪教女古池》的那期漫谈中 我们有说到 输道之初 阴暗的曝光结缘的《邪教女古池》和安腾英 至今仍是密友 而12岁的官妹在话剧中提起安腾英 充满了同类之间惺惺相惜的意味 而在这之后 他们也经常以可爱有趣的方式出现在彼此的作品中 2017年 马导光主演的四重奏理 安腾英以配音的形式出现 2023年的重启人生 安腾英饰演的金腾马美 在第三轮人生里成为电视台PA后 负责的项目尽是光美的舞门 在价值观逐步建立的人生阶段 遇到相知相惜的同类 是一件太奢侈而幸运的事情 安腾英和满岛光共有的那份对于表演的痴与值 难以言说 却适时地在彼此身上感受到了共振与回想 这份笃定感 也许正是他们日后不断精进 成为优秀演员的重要基石 爱德曝光里的古池 为安腾英的银瓶形象 落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锚点 迷人而难解的复杂性 一眼参不透却引人深究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 她找准定位出演了不少片子里 看似边缘而不起眼 却耐人寻味的小人物 有破碎而缺爱的小太妹 健太与纯与家世的国度里 这集空洞又无望的一撇 也许是很多人记住她的开端 有永远嚼着口香糖的不良大姐头 三十丛时的爱与沉重 随手扶敞开当夹克窗 扛着超大的香日葵 探望一中人 出力少女的那点柔情 在跳脱的漫画手法下 显得笨拙又可爱 有松石而淡漠 自顾自歌唱的妓女 那夜的午室中 她与借雅人 短短八分钟的表演交锋 聊聊术语 一支老歌 仿佛连屏幕也应运上了 情人旅馆里 昏暗潮湿 暧昧不明的气息 而家族的国度 则是她第二次当刚主演 与景普新饰演一对 在日本长大的朝鲜兄妹 兄弟 我生在日本 我从北朝鲜移住 现在居住在平安 面对民族认同这样更为沉重的命题 安藤英展现出了新人演员 罕见的克制而精准的演技 在结尾 兄长受命访回朝鲜的这场戏中 她没有嚎啕哭喊 而是神色慌张 肢体僵硬而不受控的 想要拉住哥哥 仓皇的跟着车跑动 一种执拗而无力的对抗姿态 没有对话寂静无声 镜头一转 一颗池滞的泪珠才缓缓滑下 这种静默 其实比哭喊还要令人心碎 通过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 安藤英成为历史上 第一位包揽了 同一届寻报奖 最佳女主与最佳女配的演员 日本影坛 从此记住了安藤英这个名字 而不再是奥田英二的小女儿 时间来到2014年 距离第一次拍摄电影八年后 安藤英迎来了自己的事业爆发期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 她在荧幕上如变色龙一般游走 几乎每一次出场都带来新的惊喜 《百元之恋》里的斋藤英子 从颓丧废柴 蜕变为狼一般的横鱼刃 《百元之恋》是聊安藤英 不可能绕过的一部片子 从这部电影开始 安藤英的表演实力 不容置疑地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肯老族斋藤英子肥胖 颓迷暴躁一怒 犹如一只体态失控 散发着狐臭的大怪兽 影片开场 吊着烟雨直指游戏大战的女主 仅用一只绕到身后脑背的手 就惊险颓态 安藤英是一位非常擅长 用肢体语言去表演的演员 在这场与家人争吵后离家的戏里 镜头也对准了她的身体 那种苍望的焦躁感 如纪录片一般真实 在影片的后半段 依子在饱受生活之苦后 决心走上拳击台 向世界挥拳 从体态到眼神 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悄然发生 拳击台上的她 像一头瞄准的目标的孤狼 坚韧 庄助 很辣 那最让我触动的 还是失败之后 她身着黑色的运动服 似乎快要融进夜色之中 带着不甘和委屈的哭腔说 好想赢 赢一次也好 百元之恋其实是一个相当老套的励志故事 当老套却仍然令人出动的原因 在于内衣分析之入骨的真实 无导演所说 安腾衣试镜的那天 推门入内 她看到的已然是栽腾衣子走了进来 为了这部电影 安腾衣提前准备好的 不只有体态 眼神和肢体动作 还有那一份 我就是摘腾衣子的信念 这种成为角色本身的信念感 从百元之恋开始 充分地体现在她之后的每一部作品之中 0.5毫米中 她饰演的上岸左河 狡黠 肆意 又暗藏柔情 0.5毫米由安腾衣的姐姐安腾桃子知道 通过年轻女护工上岸左河的视角 为我们展开了一幅 日本老年人生存现状的画卷 面对这个宏大的命题 导演无意温情默默或是悲天闽人 而是用略带黑色幽默的方式 讲述女护工如何坑门拐骗 违逼利诱的 进入一个又一个老人的家 又如何为老人带来难得的温情 像一块有着双色皮囊的软糖 慢慢才尝出新田 风味复杂 安腾衣演过很多丑的 颓的脏的角色 安腾桃子说 我很想把小英可爱的一面 展现出来 让人看到她并不是像 岩石那样坚硬的女孩 于是在姐姐的心头下 我们看到的安腾衣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这仍然是一个有几分怪的角色 道得边界模糊 但怪诞之下又充满了可爱和柔情 在安腾衣的演绎下 女护工像极了一只脚踝又轻软的花狐狸 快意地游走在天使与魔鬼的边缘 《白河夜船》里的四子则清冷松石 有股漫不经心的迷人 相比前两部电影 《白河夜船》相对小众 节奏缓慢 但导演太懂得如何捕捉安腾衣的美 在她的镜头下 安腾衣退续了以往角色里的那股 力气与狠劲 蓬松而乱的短发支柱眉眼 有种极慵懒而放松的性感 我反复观看的是电影结尾 四子和颜勇虚看花火大会 两人间寻常的对视和没来由的笑意 手部不经意的小动作 充满了令人心动的暧昧氛围 花火站开时 四子的手下意识地寻找颜勇的肩膀 像一只激动无措的小猫 在特写镜头里 她扬起的脸庞 倒映出花火的颜色 眼底一点一点心亮起来的模样 令我也出了神 在心里暗叹着 她比花火还要美 在此期间 她还出演了《宽松世代又如何》 以明朗率直的职场女强人 龚虾倩 与实力小生甘甜匠生搭档嬉批 竟碰撞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脸藏物语中古灵精怪 忠心气质的死神 则几乎让人认不出 这是由安腾英扮演的 真正的剧抛脸也不过如此 那是天堂基斯 2017年6月 安腾英和秉本佑的女儿出生了 成为妈妈这件事 也让安腾英邂逅了迄今为止 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小偷家族里的妈妈柴田信贷 也证实这部电影 让安腾英的影响力 真正的走出了日本走向了世界 不知道小偷家族 是不是你们认识安腾英的开端 18年的某个无聊午后 我在家附近的一个很小的电影院 看完了这部电影 但荧幕上的安腾英 几乎刷新了我对于表演魅力的认知 如事实于和导演所说 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存在感 站在那里就好像脚下伸了根一样 这种脚下伸根的笃定状态 在我的理解里 正是由成为角色的信念感所带来的 在安腾英的身上 我们总是很难捕捉到漂浮的 急切的 精密思考过后的表演痕迹 他只是把身体和时间借给了角色 然后出现在了这里 相比表演 镜头下的他 更像是用另一句灵魂在生活 而最后审讯室的这段哭戏 则几乎超越了表演的范畴 伤悲总是有持自信的 不是开关一开如洪水倾泻 而是缓慢上涨 酸涩 渐渐迷茫着心头的过程 安腾英用一只无声的 苍王擦拭眼泪的手 极细腻的还原了妈妈的伤疤 被猛然揭开的无措和痛楚 说到伤悲的持之性 张曼玉在《甜蜜蜜》里 也有一段同样经典的表演 在面对鲍哥的死讯时 他的第一反应是无措的笑了 而后泪意才渐渐的涌了上来 据导演回忆 拍摄这场戏时 安腾英并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问题 这场哭戏全然是临场反应 孩子们怎么称呼你这个角度 其实莱斯安腾英在之前的拍摄中 与导演的讨论 莉莉弗雷在片中执拗地 想要孩子们称呼他为爸爸 那信代却从未提出这样的要求 安腾英敏锐地意识到 这也许意味着 信代的内心始终潜藏着 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与不安 于是导演在拍摄现场 毫无征兆地加入了这个问题 而完全进入了角色的安腾英 也给出了超出预期的情感反应 这也许正是电影艺术的美妙之处 不是一群人在镜头下按照要求进行表演 而是在创作的途中 每个人都成为了角色本身 每个人都影响着故事的发展 除了小偷家族 安腾英在2018年实现的另一个突破 是首次主演成天剧万福 日本的成天剧女主 一般由18到25岁 气质清新甜美的女性当刚 而安腾英收到邀约时 也是32岁的妈妈身份 在节目里她了解自己的忧虑 把自己形容为烟萝卜一样的存在 烟萝卜不起眼 但耐人寻味且不可或缺 这似乎是安腾英给自己 12年演艺生涯所下的一个 释然的注脚 而事实证明 安腾英可不仅仅是 做小的烟萝卜 万福开播后收视大红 手机一边创下不可思议的 23.8的收视率 成为21世纪以来收视最佳的成天剧 2018年后 为了陪伴刚出生的女儿 安腾英近乎是般吸引的状态 仅在零星几部作品中有情出演 直到2023年 再次在屏幕上见到安腾英 已是最近大火的日剧重启人生 在尝试过各式各样进走偏锋的角色之后 这一次 安腾英的任务是出演一个普通人 成为学霸和机场的传奇 只是点缀 编剧笨蛋节奏想表达的 全都藏在那些琐碎生活的 世之末节里 走过无数次的家乡桥洞 交换贴纸的午后 挤在一起的大头贴 聊起梦想与未来的毕业KTV 吃不腻的家庭餐馆 在好友的车里一起唱起老歌 除了开头提到的哭戏之外 安腾英最令人赞叹的 还是一如既往放松的状态 安腾桃子说过 英是这样的演员 踏实走路 认真吃饭 普普通通的活着 很好地保持着作为平凡人的生命力 如此看来 安腾英的演艺生涯 似乎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缘 既有跨出去的一步 从平凡的叙事中脱身 在一个又一个怪角色的诠释中 确认了自己身为演员的存在与魅力 又有迈回来的一刻 默然回首 平凡的生活中也静藏着喜怒哀乐 忍真百态 站在螺旋上班的她 与十七年前笨拙而青涩的自己不同 这一次她也可以从容自如地 向我们展示平凡之美 2023年我们还将看到安腾英的两部新电影 与其夫木聪合作的某个男人 在刚刚结束的《日本奥斯卡》中很少奖项 十三题八重 安腾英也凭借此片掌握最佳女配角 六月份则有诗之玉和导演的新电影《怪物》 编剧榜员《玉儿》 配乐榜本《龙一》 主演《安腾英》和《英泰》 这个强大的阵容很难不让人翘首期待 神域后二度复出的安腾英 在领奖时 坦言自己曾一度因为玉而与工作难以平衡 考虑过隐退 但最终对表演的热爱 让她重新回到了片场 站在了这里 而此刻她正在爆发出掌心而想要的能量 这让我联想到杨子琼在《奥斯卡》上那一句发肆肺 充满力量的获奖感言 60岁的杨子琼光芒万丈地站在那里 对于全体女演员来说 就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我们也衷心地希望 安腾英能够如安腾陶子所说的那样 是未知的生命体 释出不到边际的怪物 永远朝着更加闪亮的未来奔跑 黄金时期永远正在到来 感谢您观看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不要吝啬手中的一键三连 求关注求转发 你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的最大动力 人物漫谈还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演员小传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这个周末的背中的选择 我们不看会没有结束 可 Aqu既然能不能为大家地本身部 咱们之谈会 在高6月中的一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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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一键中宜意平凰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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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ても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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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みたいの通り立てるだけでぐっとで 思い通りに恨まれ込んだばかりで 褪やけた視界に微かに見えるのは 取ってつけたみたいな 未来と見つけたい場所 終わったのは始まったから 負けたのは戦っていたから 別れたのは出会えたからって分かってるけど 涙なんて邪魔になるだけで 大事なものが見えなくなるから いらないのに出てくるから 時計に悲しくなる 痛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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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い